歡迎取取鎖定1500新聞大百話 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李作恆 首先來邀請這一節 參與我們討論來賓 國際戰略學者林玉芳 大家好 台大哲學系教授彥舉正 作恆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耶路政治學博士郭正亮 大家平安 好 我們先來看到 現在當然大家也很關注說 這一次的總統參選人 他們的一些兩岸國際的論述是什麼 那麼這個先講到是侯友宜 侯友宜他最近最新是抵達華府了 他就說如果新總統 沒有能力可以穩定台海的話 美國也不會樂見 所以他就說未來總統重點 就是要處理好兩岸的議題 沒有穩住台海安定的力量的話 這個美國也不樂見 兩岸是同文同種的 兩岸的領導人都要負起必戰的責任 而另一頭賴清德 他則是說他要延續蔡總統的國家路線 其實總歸來講 這個賴清德講了很多個點 但是他的主要大方上就說 他會延續蔡英文的路線 確定台灣走向民主的道路 那麼我們就看到在最新 其實兩岸的人民關係法的部分 立法也促容 所以大陸在政協委員當中 也提出了人民關係法 廈門大學的教授就說 大陸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曾經提議要制定有關於 台灣同胞合法權益的條例 還有兩岸人民關係法 作為反分裂法的配套 只是他說目前當然還是 以地方立法為主 那麼現在兩岸的關係 看起來真的是 還是滿緊張的 因為我們看到 在最新的 是有傳出說 共建闖恆春的24海里林街區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段畫面 好 剛剛你聽到就是我國的海軍 有廣播警告 那麼另外也有據傳說 有共軍這個像是在恆春的地方 他們也開始一些集結 來這個測試兵力 就是我們在恆春的地方 他們現在也開始 有一些反制的動作了 所以像專家就說了 恆春目前是有受測兵力的集團 推測就是隨時可能要 遊訓轉戰 所以當然就是說 現在的關係 兩岸關係 是不是也比較緊張了一些 而且最新的是說 解放軍這個有112機艦 大規模的出動 侵擾台海 這個已經是創下 至少是有紀錄以來的一個新高了 那麼你可以看到這路線圖 真的是算是密密麻麻 時間就是從17號的上午6點 到今天的上午6點 國防部當然又發布 這都差不多講的就是呼籲 北京當局要負起責任 即刻停止此類破壞性的 單邊行為 可是這個東西不是說 你在這邊喊一喊 可能就有效的 我們看到就是說 國防部現在也針對 共軍的動態 他們有罕見的說要指出 掌握監控共軍 包含地面防空和援火 等等的部隊動態 那怎麼來呢 研判就是說透過美方提供的衛星即時徵造勤資 另外是獨賣新聞 也有提到說 美軍是致力的加強他們的國軍 計畫在2025年前 要在加州的美軍基地 訓練600到800人規模的一個陸軍部隊 還有日本的新防向也說 確實現在看起來 中國大陸的軍事動向 是令人比較憂慮的 他就說對於中國大陸 現在快速擴張的軍備 還有在東海 南海 活動頻頻非常的憂慮 那甚至美國還有說 中國間諜已經滲透台灣了 就是紐石就講說 美中擴大全球的情搜 所以在這個中國間諜部分 很多已經是滲透到台灣政府的部門了 那還試圖要了解美方 是如何引導台灣使用某些武器 或者是這些秘密的訓練等等 所以很多人看到這個就是說 呼喊呼叫總統蔡英文 你要不要出來 因為他說你這個共諜 要不要抓呢 那其實現在看起來說 你以為美方在幫你嗎 可是其實很多動作來看 是不是美國根本也不想 跟中國大陸作戰 看到最新是這個艦隊 直兵衣關島 那央視就說 山東艦吸了13艘的護航編隊 從台灣島的南部 鵝鵬鼻角東南60海里這邊出發 進西太平洋來訓練 那美軍的參聯會主席密立 也不斷的強調說 美國應該是要用力的 竭力的來避免和中國大陸開戰 那其實之前大家也在說 這個高空氣球的議題 美國情報局就非常肯定的說 這個其實你們也不要太擔心 因為在2月被擊落的氣球當中 沒有在美國上空所搜集到的情報 還有軍事新聞的網站也提到說 美國海軍內部有一份評估的簡報 是今年7月開始在網路上流傳的 而其中有一張內容就是說 中國的造船廠產能超過2300萬噸 那美國是不到10萬噸 那美國海軍就回應這樣的詢問 他也證實說這份文件是真的 所以說注算要交戰 可能美方也不一定可以 取得比較好的優勢 先請教亮哥怎麼看說 現在這個兩岸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兵兇戰危的 我們隨時說Standby 可能要準備了這樣 倒沒有 因為他有很多演習 不一定是針對台灣 比如說今天早上 這個103架的飛機 他事實上最近 比如說通過巴士海峽 都是往關島方向 而且最近飛的軍機 還包括運游20 那是空中加油機 在台灣作戰 根本不需要用到空中加油機 所以顯然是要展示 他有一些飛機可以經過加油 然後抵近關島附近 也可以做空對地的攻擊這樣 因為最近美國跟大陸 真的連續發展 發生好幾次 比如說大概三天前 就是68架 也是一樣 也出現了運游20 最近的繞台飛行 就開始出現運游20 這種空中加油的模式 這給人家的感覺是 針對關島 針對關島 還有前一陣子 就9月14 15 就美國本來說要在仁川 以西的黃海來做軍演 結果大陸就先給你搞軍演 然後還提前公布說 把你包在裡面 結果美國臨時換地方 換到那個韓國以東 所以我坦白說就是 雙方都有一點在亮劍 可是那個就是有一點在確定 就是說 我的地盤到哪裡 你的地盤到哪裡 我甚至認為那個蘇利文急著見王毅 跟這個也有關係 當然也包括就是金正恩去訪問俄羅斯 很可能會願意提供給俄羅斯 傳統的炮彈 我覺得美國也很想確認中國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最近 坦白講很多的事情是 美中俄的軍事角力居多 那我們也不要說發生這種事 我們就把自己無限放大說 都是針對台灣這樣 其實他們的角力項目可多 那不一定是針對台灣 比如說黃海 渤海 那個就是針對朝鮮半島跟 中國大陸 黃海距離北京只有300公里 這北京怎麼受得了 以前被你這樣演習就算了 現在他的作戰艦的生產能量 遠遠大過你 他當然就要亮劍了 因為你剛剛也講到那個數字 就是每年的產能 中國大陸是2320萬噸 美國只有10萬噸 所以美國現在也急著再找那個 要嘛就建立自己的產能 可是他的造船業都跑光 所以也急著要跟印度 也許會跟韓國 簽署那個軍艦的維修的中心 可是坦白講就是你再怎麼算 到2040年 中國大陸的軍艦 還是遠遠超過美國 那個航母不算 那你作戰不可能 直接用航母來作戰 很多都是需要用作戰艦 那作戰艦 美國真的是落差越來越大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當然就可以去想像就是 為什麼中國大陸決定在黃海 渤海要硬起來 他會隨著說這是我的內海 你不可以靠近 就好比你不能跑去 加勒比海演習一樣 美國也覺得是他的地盤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最近應該是在調整 這種軍事的紅線 那就都用實力來較勁 然後慢慢的再重新調整 因為目前美國跟中國大陸的軍方 沒有辦法做高層對話 所以蘇立倫知道自己又來了 這個馬爾他這個會談 談了相當久 談了兩天 所以我相信有談了非常多重大的議題 裕方委員怎麼看說 現在就說這個是不是蔡英文 要趕快來抓這個 就有可能有台灣許多政府部門 真的有這個共諜嗎 真的都是要選舉的時候 他一定叫一叫 就像王立強事件一樣 那不選舉的時候不講 選舉的時候就特別講 這個就是要利用兩岸之間的矛盾 來追求民進黨的選舉的勝利 像這樣講 剛才郭正亮阿亮所講的那個事情 值跟量的問題 中國大陸造船的能力 是美國232倍 但是船不是一個 只是個載台 船裡面有你配備什麼樣的武器 然後你那些軟體 指揮作戰監控的這個軟體 的那個品質怎麼樣 所以基本上來講 美國海軍的作戰能力 還是遠超過中國大陸 這一點中國大陸自己是瞭解的 所以他現在講的 基本上還是近海防禦 這樣的一個概念 譬如說我講一個 我們講一下 美國的19大概61年 就有核子動域的航空母艦 到今天為止中國大陸 還造不出核子動域的航空母艦 另外核子潛艦的那個能力 那個數量 美國也遠超過中國大陸 所以這個不是說我們去講數目 說有多少 你有多少條船 問題是你的船 你看不看對方的攻擊 可不承受對方的攻擊 但是美國也曉得一件事就是說 中國大陸不會愚蠢到遠離中國大陸 到遠離中國大陸海岸的地方 去跟美國動手 中國大陸曉得 美國也曉得 所以美國為什麼一直覺得 剛剛侯友也講到對 如果兩岸之間不和平要打仗 這美國是非常憂慮的 所以美國不喜歡賴清德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可能會引發戰爭 他不希望你台灣跟中國大陸統一 但是也不希望你台灣跟中國大陸 對立到冰龍相見 然後把美國拖下水 中國大陸很簡單 我沒有辦法在遙遠的海上 空中跟你作戰 可是離我很近的地方 就台灣海峽這附近 這個第一島鏈這一帶 那你來的話你就要承受我 我的飛機可能沒有你好 我的軍艦可能沒有你好 可是我陸地上 我有無限的飛彈跟火箭 那這樣你怎麼辦 那你美國的軍艦 你進來的話你就等於 不是跟中國大陸的軍艦 戰機在作戰而已 你要跟他陸地的那些目標在作戰 你當然可以摧毀中國大陸的 陸地的目標 那些飛彈 那些雷達 但是你可以摧毀多少 所以美國也知道 他不會隨便去介入台灣的這個戰局 因為他不想再離中國大陸 這麼近的海岸 跟中國大陸作戰 所以這個都曉得 所以這個就是Mili 美國參謀說法聯席會主席講的 美國要用盡所有力量 避免跟中國大陸打仗 因為這樣打下來不是好玩 尤其兩個都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 那你覺得俄國早就在烏克蘭 快要挺不住了 為什麼還要挺下去 面子的問題 他認為他是個核武大國 怎麼會讓你一個傳統兵力的國家 把你打敗 是不是 阿富汗他也撐了差不多快十年了 所以同樣的就是說 如果兩岸之間爆發戰爭 美國介入 日本介入 中國大陸覺得他要輸給台灣的時候 你覺得他有沒有可能 使用戰術性的核武 這個就是現在歐洲美國在擔心 俄國的軍隊在烏克蘭戰場 最後挺不住的時候 他可能就真的會使用戰術性核武 所以核子武器是幾乎是一個禁忌 你不能隨便拿出來用 但是它存在本身就構成一種嚇阻 所以這個核武的存在 也是美國很不願意介入跟中國大陸 跟俄國可能直接面對面要打仗了 這樣的一個衝突裡頭 對 所以我們可能還是要看清楚 來 岳老師怎麼看 對 我覺得這個侯友宜的說話 他在美國訪問的說話當中的話 他只是講了前半段 沒有把話說得非常清楚 他應該講清楚如何避戰 如何不要讓孩子上戰場 那麼他要把這個話說清楚的主要理由 我們目前看到的美國的做法上來講 確實是跟他所想像的局面很不一樣 剛剛委員說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有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管控你的作戰範圍 你這個一旦展開以後 這個不是單純的區域衝突 這個基本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哨戰 所以說台灣本身的地位很重要 為什麼大家都非常重視 他說除了我們自己活在台灣的人 沒有那麼重視以外大多數的人都很重視 所以說大家心裡要了解一件觀念 就是說美國本身是害怕這個情況 把他拉進去 但是美國的做法上 他那個軍工複合體當中 又看得很清楚 他這邊的話不斷的在訓練 我們在街頭上也可以看到 這個平頭的美國大老白人越來越多 就是看得非常清楚 都知道就是說台灣這個時候的外國人 很多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買了幾百億美元的武器 總是得有人來訓練 但是美國在訓練台灣人做這個作戰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防衛自己 你千萬不要指望他 我上個禮拜跟個美國人在聊的時候 聊到這個問題 他非常生氣 因為我直接就講了 我說我買你的武器跟買保險一樣 他非常生氣 為什麼 他認為這是你們的事情 是你們自己的事情 當然我因為礙於情緬 我沒有做仔細的說明 但是他已經表示出來美國的基本立場 另外的話還有一點非常重要 這裡面有四個字 就是說遊訓轉戰 我告訴你非常多的戰爭 就是越兵越的就直接衝上戰場了 我跟你講一定要搞清楚 這個不完全是針對第二島鏈 因為他從台灣海峽過去 從巴士海峽往第二島鏈方向走 你剛剛聽我們那邊的喊話的原因是講說 如果說你不在行的話 我被迫 我將被迫 採取驅離行動 三件事情 將 被迫 驅離 如果是俄國人的話 講我們馬上開炮 那就對了 那就對了 那我這一下子 小衝突就變成了大戰局了 所以說這裡頭的話 因為大陸出現了頻繁比例 所以說我認為大家要搞清楚 目前為止大陸對台灣 也是有和平動作的 因為這邊講到了說是要開照 這個台灣同胞合法的權益條例 兩岸人民關係法 這個是針對於反分裂法裡面 做的一個補充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你反分裂法的話 按照這種反分裂法的話 就只有統獨兩種立場 那剩下的話 我可以說全台灣絕大多數 在反分裂法裡面的話 屬於就是 不管你是台東也好 獨台也好 但是這個本身來講 在法理上一刀切是有問題 他們做這種列路的這種方式 從福建開始做起 比如說的話 政見 福利 社會 各方面 工作權益 這個都有保障的 所以說這個事情 要看整體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覺得 這個戰爭與和平之間 是兩個選項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 戰爭從來就不是一個選項 一個負責任的人的話 戰爭不能夠做為一個選項 所以說不管怎麼講的話 賴清德這邊講的話 順著這個蔡英文的路 往下走的話 會走到什麼情況 大家心知肚明 所以這個戰爭跟和平 大家還是要睜大眼睛看清楚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